孩子临睡前,家长坚持问他这二句话,孩子会受益一生。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,将来会走向什么样的道路,大部分都跟家庭教育有关。 我看过很多年轻人犯案的例子,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家庭教育环境不好,或者是父母工作太忙忽略了对他成长的关注。 所以,在日常的生活中,父母一定要多多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,及时帮孩子排忧解难,这才能对他的心理健康成长,性格的养成起一个积极的作用。 莉莉和老公都是公司高管,工作时间特别的多,所以平时都让婆婆孩子。 孩子小的时候特别黏莉莉,只要她不在身边孩子就会哇哇大哭,但为了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,莉莉和老公每次都会留给孩子一个背影,时间长了孩子也就慢慢习惯了没有妈妈爸爸陪伴的日子。 等到孩子上了小学,婆婆的精力也慢慢不够用了,莉莉就把孩子带回自己家生活。 但莉莉发现孩子做事总是未守未教,自己语气稍微严肃了一点孩子就会吓得瑟瑟发抖,而且学校的老师也向莉莉反映,孩子在学校特别的内向,不愿意和其他同学沟通交流。 但莉莉多次和孩子沟通也没弄明白孩子内心导师是怎么想的,所以就向儿童心理学家咨询。 专家说,孩子因为从小被老人带大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太少,所以造成了孩子内向的性格,再加上父母没有真的关心过孩子的内心世界,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爱才慢慢关闭了内心的大门。 那父母应该如何做才能及时了解孩子的内心变化?那你不妨试试在孩子连睡前,坚持问他给这二句话。 1. 今天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吗? 2. 有些孩子天生就很内向,不愿意直接表露自己的内心,无论父母问什么他都会说挺好的。 3. 但孩子内心单纯,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,如果你问孩子有没有开心的事情,他却回答得很犹豫或者总想转移话题。 3. 那很有可能说明孩子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,而且内心很难受。 4. 所以做家常的应该细心宽慰,为孩子疏解烦忧。 2. 你今天学到什么东西了吗? 3. 曾子说过,无日三圣无身。 3. 一个人在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可以思考所经历的事,去进行总结和反思,是非常具有智慧的一件事,而且是一项非常宝贵的能力。 4. 如果家长坚持问孩子你今天学到了什么,那孩子会受益一生,长大后也会感激你问的这句话。 5. 这二句话,你学到了吗? 4. 幻置于奖医院去寻 Mud炼 2. 水费 2. Uma 4. 水费 4. 白